东北角静谧的深奥渔港 过往是韬客大带献猫海鲜的私房圣地 现今又以橡皮园而声名大造 是旅游达人眼中的秘境 也是国际级的地质景观 这里还拥有规模不雅于野柳的大片殉状岩 六头略小 颜面成蜂窝状 高低起伏 绵延整个海岸 这里也是近距离观察深恒化石的绝佳所在 一块块巨石上满布管状 树枝状的痕迹 这些都是千万年前 浅海生物在此居住觅食残存的蛛丝马迹 细长的橡皮正深入海中集水 不论颜色 形状 都和真实的大象如出一彻 橡皮颜知名也不进而走 在地质学家眼中 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海石拱门 它的地质年岁已有一千五百万年 万千年来 在阳光海浪的掏袭下 在此造就了这个让人惊艳的身影 岭月的海风穿门而过 呼呼作响 慕名而来的游客惊呼连连 巨象无语 依旧深情地俯视万寝碧波间的朵朵浪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